我覺得我組電腦的過程挺有趣的 不斷的在A加與I加之間互跳 從飛到笑的Althorne 到最後一款CP職王者 Intel Cyan E3-1231-B3 前年來跟上潮流來個Zen 2增箱 如今我的主機再度回歸牙膏大廠Intel 這次的裝機目的主要是為了打造 Enterbox的硬體測試平台 方便日後的各項硬體測試 因此這次就放鬆一點 來點豪華的硬體饗宴 CPU大戰 話說近年的CPU大戰也真刺激 在對手的刺激下 Intel大吉壓高 到後來被對手追上 然而Intel在第12代的Alder Lake 回歸領頭羊行列 除此之外GPU市場也很刺激 除了你我都知道原因導致顯卡缺貨 RDNA2與Ampere架構的性能差距也開始縮小 而Intel也宣示明年會加入戰局 種種原因導致近年的電腦硬體換代速度大幅提升 當然各個零件大幅提升 其實爽到的是我們的消費者 嗎? 既然是測試平台CPU部分 不用多說Intel i9-12900K 大小和高IPC多核心PCIe Gen 5 沒有理由不選它吧 而主機板的選擇的是 Asus Z690 Creator Wi-Fi 選擇這款主機板有幾個原因 其一是Pro2的高擴充性 4條M.2 PCIe Gen 4 x 4 確保之後要升級SSD 仍有足夠的頻寬與位置 以及後IO的兩個Thunderbolt 4 用於之後測試Thunderbolt Dock 與外接盒等Thunderbolt產品 畢竟相較於USB3 Thunderbolt的大頻寬能夠應用在許多地方 解決連接性的問題 單一Link解決充電、Display、USB Hub、SD卡等多功能 個人還是滿期待的 而另一個原因就是10GB網卡 ProRz 690有兩個網路卡 分別是2.5GB與10GB 這種高速網卡主要的用意就在於內網傳輸 像是NAS傳檔就能用比較快的速度傳輸 最後一個原因就是顏值 我想很多人在選擇主機板 除了用料差異 最大考量點就是外觀的吧 ProRz 690 Creator Wi-Fi的顏值 可以說是所有版子裡面最好看的一張 巧妙的結合了線條與半透明遮罩的設計 讓整體有點古典高貴的感覺 板子本身沒有RGB燈 但仍有RGB Header 可以控制其他設備RGB 算是在這RGB滿滿的電競市場中 給了點不一樣的選擇 7異體我選擇的是 威剛 XPG Lancer DDR5 5200 16G x 2 以及另一款測試用的 威剛 DDR5 4800 普條 初代 DDR5頻率為4800MHz 相當於 DDR4初代 2133的兩倍多 不過延遲當然也高了一點 來到了CL40 威剛基礎款的 DDR5 採用的是美光正片顆粒 而另一款超頻條Lancer 同樣唯有美光顆粒 個人覺得 XPG Lancer是 威剛有私以來最好看的一款記憶體 散熱片的線條設計與拉斯紋力 以及多片型的運用 我覺得很能夠搭配Pro2主機板 相較於以往紅黑電競風格 我覺得Lancer的風格更加的獨特 我手邊這款是無燈的款式 加200塊的話可以升級是RGB光污染模式 而這款超頻條 預設XMP頻率為目前主流 DDR5超頻條的5200MHz CL38 對比普條 4800 CL40的規格稍微提升了一點 只是目前DDR5的價位還有點偏高 如果之後想要等技術成熟 再選購更高頻率的款式的話 可以先選擇普條 畢竟價格相對便宜一些 因為普條送修時也比較有優勢 背料通常比較多 不過這支既難是要組測試平台 記憶體當然還是以超頻條為主 顯示卡部分 沿用之前的Zotac Gaming GeForce RTX 3070 Amp 這張顯示卡是雙風扇設計 長度不長 因此對於機殼的相容性會較高 個人覺得是一張很不錯的中高階卡 散熱不錯 外觀夠有特色 這部分Zotac一向都不會令人失望的 而Amp系列也有提供5年保固服務 這對於之後賣二手或是自用 都有更大的優勢 雖說以測試平台來說 RTX 3070或許不夠豪華 不過畢竟現在市場是賣家市場 而RTX 3070又是個性能夠用 且價格功耗都沒有暴增的產品 自然這次選擇這款 除了性能不錯 外觀部分也很有特色 側面是Amp系列獨家的漸層設計 底部有RGB燈覆蓋 像是挺不賴 不過為了維持整體低調設計 之後可能會考慮關掉RGB 或是改成單一色調顯示 SSD部分選擇的是 Tingroup T-Force Cardia A4401TB 這就是所謂Fison E18大軍的其中一員 PCIe Gen 4 x 4 最高速可達7000枚 為目前最快速的SSD之一 但不僅如此 它不僅性能好 更在散熱片下了巧思 用戶可自行選擇要用薄的石墨烯散熱片 可以相容主機板散熱 又或是選擇大的金屬散熱片 可以用於無散熱片的主機板 相較於強迫雙上或是沒有附上散熱片 我覺得十全真的很貼心 況且這款最近價格低得離譜 目前價格約4000出 對比同價位近5000Mbps的產品 應該沒有低售吧? 有興趣?可以下說囉! 電源供應器這次選擇的是 全漢Hydro PDM Pro 850W 這款是目前一線廠裡最便宜的白金牌電工了 全漢身為Power大廠 有自己的設計團隊與工廠 在售貨服務部分也沒有看到有用戶在抱怨 自然會是個好選擇 PTN Pro有著十年保固以及防潮突成 對於台灣潮濕的環境挺合適的 Power全模組化設計 接口算是好接 且內部的線材全部都是扁線設計 正好這次選用的機殼 有些地方只能走扁線 選擇這款電工正合適 而為了壓制i9處理器 散熱器選用的是DartFlash DX360 V2 水冷散熱器 為他們家最新款對應LGA1700的款式 它的特點在於價格便宜 且RGB的效果我覺得很不錯 燈光均勻且無線反射的視覺效果很有衝擊力 縱觀大Flash以前的產品 他們家的主軸是以RGB加上無線反射為主 而在這代他們也同樣延續了這項傳統 當然在人頭部分的燈光設計 稍微收斂了一些改為單圈的RGB 對於這樣的更動個人還是挺滿意的 看起來更乾淨一些 不會太過於雜亂 另外對比上一代的DX360 風扇的軸心處也補上了無線反射的設計 我覺得整體看起來質感有更加提升 不過由於冷頭體積較大 目前裝在Pro Arc主機板上是由於一些機構干涉到的 如果你購買的主機板微件比較多 可能需要多注意一下 最後則是將以上零件組合在一起的機殼 InWin 303C 這款機殼是我的夢幻機殼 白色簡約的外表 正面潔白無暇的鋼板 與側面乾淨的一整片鋼化玻璃 整體搭起來真的是很乾淨簡潔 且水冷可以側放 對於外觀的展現以及水管 線材的放置都更加的自由乾淨 對於常需要拆裝零件的測試平台來說 InWin 303C 寬敞的內裝很合適 不過也不是完美 像是水冷的拆裝就比平常還要麻煩一點 因為Power上置與水冷排測置的設計 導致拆水冷得先拆Power 不過為了這美麗的外表 我可以接受 那麼這次組的PC能夠帶來什麼樣的性能表現呢? 首先是前部提到LAN的R23跑分 28559 相較於我之前的Ryzen 73700X 可是大幅提升 3DMark Time Spy 14173分 對比下3700X的CPU得分 那可是大幅提升 硬碟部分 系統疊在塞了一堆程式後 CrystalTipsmark 依舊有著讀取6793 寫入5437的成績 記憶體頻寬部分 受惠於DDR5的高頻率 由以往DDR4的5萬 提升至了8萬2 而接下來 這是令人注目的遊戲測試環節 這邊跑了幾項遊戲測試 首先是CSGO 4HD畫質全開 平均震617.87 對比Ryzen 7 三星00X 5R5 Forza Horizon 4 整體FPS 168 CPU模擬與CPU繪圖 皆有著340.1與221.7的FPS 可見日後可能還得升級到3090等級的顯卡 才能夠發揮i9的最佳實力 Cyberpunk 2077 特效全開加DLSS 平衡檔 平均FPS 155.3 戰地風雲5 特效全開使用Direct-11 平均震128 而其中我也測試了新的戰地風雲2042 雖說優化亂七八招 遊戲平衡也亂七八招 但多虧的i9 相較於在Ryzen 7 3700X 主機上的會戰卡卡 在會戰時的FPS 總算能夠穩在比較合理的範圍內 B-Ray減染 得分18743 對比Enter的主力氣 Ryzen 9 5900X 也是高了許多 其Z解壓性能 相比Ryzen 9 5900X 意外的低一些喔 Ryzen 5個場景的渲染速度 總耗時941秒 Hambury影音轉檔 耗時297秒 DaVinci Resolve影音剪輯 得分1527 另外也簡單測試一下 DarkFlash DX360 V2的解熱能力 在解鎖CPU功耗限制 並開啟華碩AI超頻後 跑FPU10分鐘 平均溫度78.45度 此時i9頻率穩定在5GHz Package功耗240W 這次Intel第12代Alder Lake 提升那可是巨大 身為消費者之一 看到各家硬體廠商廝殺 你而拿出各種好料到市場來 我個人還是挺滿意的 但… 另一個比較悲觀的角度就是說 隨著硬體性能的大幅提升 本體廠商因而有空間可以發揮了 於是乎CPU加GPU殺手 戰地風雲2042就誕生了 在硬體性能大幅提升的同時 各項遊戲的硬體需求 也會開始大幅提升 所以以往或許說我要i7占5年 但現在齁 你可以占3年就很不錯了 就跟顯卡一樣 當進度的幅度越來越快的時候 軟體廠商會想辦法 把他手中以往不能實現的技術拿來用 像是raytracing machine learning 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但… 其實你也不用想那麼多啦 畢竟在軟體追求極致的同時 他們依舊會顧慮到主流市場 因此頂多享受不到最頂級的畫面 但你依舊有遊戲可以玩的 好的 有點…太過立體了 總之這就是我們最新一套的測試裝備 你們覺得如何呢? 如果你下次想要換電腦 你的思路會跟我們有什麼樣的落差呢? 歡迎底下留言互相交流 那我們下次再見 再見